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台电源按键 长按电源键 用于开启或关闭云台 单击或双击可使云台进入休眠模式 重复操作可唤醒云台 返回键 用于屏幕菜单返回 左侧波轮 点击波轮可进行菜单确认 上下滑动可进行功能选择 摇杆 用于控制云台转向 M按键 短按M按键 可切换云台三个可自定义配置参数 相机控制按键 使用相机控制线连接云台与相机后 半按控制相机对焦 短按可控制相机录像开始或停止 长按可控制相机拍照 扳机按键 长按可让云台进入锁定模式 双机 云台将迅速回中 三机 云台将进入自拍模式 前置波轮 默认为控制适配相机的跟焦 变焦功能 此外 前置波轮还可用于控制跟焦器点击 相机的ISO和光圈 以及云台横滚轴 打开DJI RS-C2云台电源 开启云台后 在DJI RS-C2调餐屏主页面顶部菜单栏 您可直接查看当前所处的自定义参数模式 休眠图标 以及查看设备电量 下方菜单可直接查看跟随模式 以及跟随速度 点击屏幕左侧的波轮按键 进入主菜单 主菜单中包含 跟随设置 云台校准 摇杆设置 波轮设置 以及高级设置 初次使用 需要进行云台校准以及跟随设置 下面为您介绍如何操作 通过滑动波轮 选择云台校准 进入云台校准页面 选择开始 云台将根据实际的负载重量 将云台的力度校准到适合的数值 确保您拍摄画面保持稳定 选择超级增稳 云台将开启超级增稳模式 在该模式开启后 需要点击自动校准 让云台自动提升增稳力度的数值 并使用魔术贴 固定镜头支架与镜头 选择增稳力度 可对云台三轴的 电机增稳力度值进行调整 当您对云台自动校准后的 增稳效果不满意 可手动调节电机力度值 以达到您所期望的增稳效果 返回主页面 选择跟随设置 在跟随模式中 通过波轮选择您的跟随模式 在跟随速度中 可对云台跟随速度进行设置 通过波轮调整您的跟随速度 自动校准 长按M键 加扳机键 云台将进行自动校准 全锁定模式 长按扳机按键 云台将进入全锁定模式 此时 相机镜头的朝向将不会跟随手柄的转动而改变 该模式可运用于拍摄推拉或平移跟随的镜头 运动模式 当您在拍摄过程中 需要快速切换至运动场景拍摄时 可长按M按键 进入运动模式 进入运动模式后 云台的跟随速度大幅提高 常用于拍摄快速运动的物体 若需要长时间进入运动模式进行拍摄 可长按M按键 并双击扳机按键即可锁定运动模式 重复上述操作 退出运动模式 竖拍模式 双击M按键 或在屏幕菜单中将跟随模式设置为竖拍模式 云台平移轴和抚氧轴分别旋转90度 相机由正常拍摄模式切换到竖拍模式 再次双击M按键 可退出竖拍模式 360旋转模式 3G M按键 或在屏幕菜单中将跟随模式设置为360旋转模式 云台抚氧轴向上旋转90度 相机镜头将保持跟手柄方向平行 云台进入360旋转模式 向左或向右推动摇杆 相机将360度旋转 向左或向右连续拨动两次摇杆 相机将持续匀速旋转 双击扳机按键 当云台达到水平方向时自动停止旋转 三机扳机按键 云台达到相机画面倒置时自动停止旋转 再次三机M按键 可退出360旋转模式 感谢观看